9月7日记者从明蒙上海市委会和上海海市大学获悉 全球最后一位全程参与东京审判的亲历者 上海海市大学教授高文斌于9月7日凌晨30时分 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因病逝世 享年99岁 东京审判是1946年至1948年间 在日本东京进行的针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日本战争罪行的审判 也是唯一的A级战犯法庭 东京审判从法律的角度认定了 日本发动战争的侵略性和非正义性 而且通过审判日本主要战犯 公开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战争暴行 尤其是清华14年间在中国所犯下的罪行 高文斌1922年12月深 上海市人 法学家 翻译家 历史学者 1985年9月加入明蒙 1945年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学院 1946年5月至1948年8月期间 高文斌参加东京审判 先后任国际检察局翻译 中国检察官办事出秘书职务 担任中国检察官秘书时 高文斌的主要工作是翻译和对庭审记录 负责国际检察局和中国检察组的联络 和往来文件处理等 审判期间 高文斌发现板人斩杀人竞赛的证据 揪出板人斩元凶 明蒙浦东区委员副主委 王卫平告诉记者 高文斌做事细致周到 并且善于资料的收集和保存 这是他揪出板人斩元凶的关键 据了解 在中国各项纪念抗战胜利的活动中 高文斌都尽量出席 生病前他还一直在参与东京审判相关史料的整理工作 他还提出建立东京审判纪念馆的愿望 高文斌常说 我们一定要铭记历史 真实和平 并叮嘱自己的学生 无论在哪个岗位上工作 要记住自己是中国人 要为维护国家尊严和利益处理 晚年的高文斌一直保持着海派男人的做派 在北万泰的住宅里一养天年 王卫平回忆道 每次去探望高老时 90多岁的他始终穿戴的整整齐齐 头发竖得一丝不苟 在炎热的天气里 高老还特意从冰箱里拿出小毛巾和冰镇饮料给客人 我就觉得他本来真的是还派那个老先生的那个 每次去每次都是身上一直是干干净净清清爽爽 我记得他比较超级性的那个 因为夏天我的印象比较深了 他总是一袭白衬衣 灰颜色的裤子 裤子上始终那条缝是比比值的 他的头发发型始终是一丝不苟的 眼睛也是始终擦得干干净净的 而且每次去他听到声音了 他就会站在门口门一开 你们来了赶快请进请进 亲自要在门口迎我们的 从小的细节生活方面就能够体现到大的方面 谈起人生的大起大落和几十年的慷慨沧桑时 高文斌曾说 如果说人生中没有任何遗憾是不可能的 但个人的人生起伏与多在多南的中华民族相比 就不算什么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